一直在期待着Vivo的折叠屏手机面试 终于Vivo X4出来了 非常高兴参加了Vivo社区的新媒体验关活动之后 我第一时间拿到了这台折叠屏旗舰手机 那么现在开始吧 Hello大家好我是西方数码 手机发展到精彩 作为Vivo第一款折叠屏 Vivo X4代表了Vivo对高端商务手机的理解 这一次Vivo集合了多项的行业领先技术 尤其是在屏幕折横的优化 脚链那就稳定性有着全方位的升级 它采用的是航天级的服役式脚链 采用了6种航天级的材料打造 通过了蓝音30万次折叠无忧认证 加上内屏的UTG超韧玻璃 100万次的折叠寿命 这样算一下 就算我们每天折叠80次也能折够10年 我想我们顶多用5年就换手机了 那么这个折叠的寿命是不用担心的 但是作为折叠手机 不可避免的会有折痕 Vivo研发了一套全新的折痕优化方案 在脚链中加入了一块浮动的中板 从而可以在手机打开来 同时可以脱平屏幕 同时Vivo采用了左右折叠屏幕中 最小的2.3毫米的弯折半价 这不仅让折痕看起来更窄 同时也更浅 讲真 你不仔细看 压根看不到这个折痕 即使看到了整个画面横屏数字的 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但折叠屏带来的大屏体验 确实让我惊讶震撼的 手机展开后 内屏达到了8.03英寸 分辨率2160×1916 是内屏尺寸行业最大之一 这简直就是一台平板电脑 比如说看小说 这双屏展开 效果就和一本书一模一样的 或者是看股票 显然了 视野的开阔可以让我看到更多的信息 因此用它来打游戏 简直就是开物理外挂 甚至我都不用抬头看了 直接平推就可以了 两倍的视野画面 带来的不仅是视觉上的震撼 更有全新的游戏体验 我敢说同样的操作水平 使用折叠屏幕的胜率绝对要高 并且VYX Fold的屏幕支持 LTPO自适应刷新 内外屏都支持120Hz的高刷新率 无论是玩游戏还是系统操作 看视频等都是非常的流畅 VYX Fold送上了最顶级的旗舰性能 采用了最新的4nm供应的高温效能8 GENE SPU 集成了X65的5G基带 它也是高通全新一代 效能8旗舰芯片系列内置的安全处理单元 进一步提升性能的同时 还能够提升安全性 另有超频版的UFS 3.1 外加增强版的LPDDR5的极速组合 搭载了内存融合2.0 可以将12G的运存扩展成等下的16G使用完 而安兔兔跑分都直接快接近百万了 值得一提的是 VYX Fold在VYX Fold手度搭载金银件 只需向下波动开启金银即可关闭提示您 同时它还是全球首款在内外屏均搭配新一代指纹技术 3D超声双屏幕指纹的折叠手机 解锁的时候不会产生亮光 这样的话在夜间解锁就没有刺眼的光源 超声波指纹扫描识别3D立体的信息 支付也更加安全 另外它还有4600毫时的电池 拥有66瓦的有线闪装充电 同时还有无线50瓦的充电 甚至还有10瓦的反向无线充电等等 这些也是有效的保证了双屏折叠手机的续航能力 当然折叠屏的优势还有很多 比如说很多Apple是支持双屏同时浏览的 如各大视频Apple 电商Apple等 都可以做到一边浏览列表一边浏览详情 这极大的提升了我预览的速度 省去了来回切换相当的方便 最有意思的是它的悬停 直接可以当成笔记本电脑一般的使用 它的角链阻力也适中 在合情的时候非常紧致 而打开后又相当的平整 同时我也可以悬停在任意的角度 比如说看视频 无需手机支架 随摆随看 一边看视频一边可以快速的预览 是不是感觉它就像一台小小的笔记本电脑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 那么接下来这个原子笔记 就可以说是完美的诠释 什么叫做迷你笔记本电脑 而这一刻让我想起了当年的多普达838折点全键盘手机 所不同的是这一次Vivo是全触摸键盘 不得不感慨 科技的发展真的是很快 当然悬停的往返还有很多 如拍照 可以直接摆在地上仰拍 或者是拍长快门岩石等等 甚至它能贴心的把外屏翻转过来自拍 或者是给人家拍照的时候可以开启外屏的预论 让被拍的人知道自己在画面中的样子 这些都是非常的好玩 说到拍照 这也是Vivo一直以来的强项 Vivo X4的全系搭造了蔡司光学镜头 拥有强大的蔡司提心度膜 从而看眩光能力超强 它可以增强可见光的透过率 提高画质且准确的黄园物体的色彩 同时它搭载了四个全焦档的镜头 从114度超广角到60倍混合变焦 一个手机就可以搞定几乎所有的场景拍摄需求 可谓是一击走天下 我从来没有想过手机拍照效果可以好过相机 我说的是照片之处 当我手中的Vivo X4的拍出的人像直接出片 无需任何后期修图 这就真的让我惊讶了 也包括我镜头中的这位妹子 你知我开始怀疑手中笨重的索尼相机 还有必要砍这么重的相机去看人像吗 虽然在后期修图方面 索尼相机有着更加专业更大的调色空间 但是我想表达的是这台Vivo X4的已经不需要任何后期修图了 直冲就是这么的办 任何人都可以拿它轻松的拍出完美人像 我指的是不会PS不会能够修修的任何人